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北宇女中树立民老师 这一段呢我们要来讲解信赖区间 那什么是信赖区间呢 我们先从一个民意调查 公布的资料看起 常常在报章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民调 这是某一年对行政院长的 市政满意度做的民调 看一下通常会公布说满意度4乘4 这一次的调查是台湾地区用电话号码 好来随机号码做4码的随机抽样 总共呢访问了1056位 台湾地区20岁以上的民众 95%的新生水准下 抽样误差是正负3个百分点 来看完这一段的民调的说明 你看得懂多少 通常同学会告诉我说 老师我知道什么叫满意度4乘4 还有呢那个访问的1056位大概知道 那其他的呢 20岁以上当然也懂 真正不懂要在最后这一个 什么叫95%的信息啊 好 啊什么叫做抽样误差3啊 好来 我们这一段要解释信赖区间 其实就是要把这两个东西 也把它搞清楚 那一般而言呢 我们所谓满意度4乘4 指的是不是说你调查的全部的人当中呢 好我们就说满意度有4乘4 这个叫点估计 就是说我用一个点4乘4来估计 估计谁就想估计全体的国民 好是不是对行员长的满意度 应该会占44% 通常你用点估计你就会发现 一定就是这样吗 你又一直坚持是真的 你真的是太臭屁了 怎么可能你一访问1000多 就代表全体 所以我们很少用点估计 来代表你真正实际的值 那其实你的解读 你大概就只能说 这个点估计只能可以看得出来说 1056位同学的人当中 乘上44% 大概我访问的人当中 有465人嘛 可是你告诉我465人意义更不大 我们当然要知道比例嘛 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呢 什么叫误差3.0啊 所谓误差3.0 其实是要为了算出这个区间估计 什么是区间估计呢 也就是把刚刚的满意度 4乘4 0.44 加减0.03 那就会得到来 我们这个区间 0.44减掉0.03 0.44 加0.03 就得到这个区间叫 0.41到0.47 它就是我们要讲的信赖区间 那意义上是什么呢 什么叫95%的信心 那其实它在告诉你 这个95%的信心 是呼应上面这个信赖区间 我们不用点估计 用点估计人家会觉得你太臭皮了 你大概是吹牛大网了 那我们会想改用区间估计 那区间估计是不是告诉你说 那就真正全国满意行政院长的施政的话 就是真正的那个满意度 就会借在这个区间估计里面吗 你大概也不会这么肯定 百分之百的假 你这么百分之百的假 人家也是觉得你还是臭皮大网 所以我们在告诉你说 会保留一点 告诉人家说 我做的应该也相去不远 可是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那个可能的误差在告诉你什么呢 就在告诉你说 我可能我只能有95%的信心 我不会说我百分之百 我真正的满意度 全国全国的满真正的满意度 应该会落在我的这一个信赖区间里面 我不要讲百分之百 可是百分之95 好像感觉上 这个知识度很高嘛 对不对 你已经讲到百分之95了 是不是觉得好像相去不远 那到底这个百分之95 跟这个误差三% 怎么做出来的 为什么你可以有百分之95的信心 好来我们下面就要解释 这个信赖区间怎么做出来的 那我们喜欢拿实验 拿一个例子来说明 先慢一点讲理论 如果现在我真的拿出一桶彩球 我拿出一桶彩球 那其实我会把它盖起来 应该不是透明的 我请每一位全班每一位同学 都从那个彩球里面 你看不到那个彩球里面 哪一颗是有讲 哪一颗是没有讲 事先我不告诉你 有多少颗彩球是有讲的 每一个同学都去抽 抽完一个 看完就放回去 连续抽20次 这个动作就等同于 一家民意调查公司 他打电话去问你说 你觉得现在总统做的怎样 你觉得现在行政院长做的怎样 他抽球抽20次 就等于那个民意调查的那家公司 访问了20个人 你大概知道 不会否则访问20人 可是因为老师 当班上同学在现场在抽 我们不可能抽太多 时间要很久 对不对 所以如果全班每一个人抽20次 等同于访问20人 那如果呢 有某位同学他抽之 抽出6支有讲的有球 那就告诉你说他推估的比例 是不是就相当于成功比例是20分之6 也就是说如果换到那个民意调查当中的满意度 就相当于说有6个人觉得现在总统还是院长啊 做的还不做他回答的是yes的 那个比例就是20分之6 那你讲了20分之6 你有多少的信心支持自己的推估呢 好来 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真正有讲千的比例 好来 那个球里面 真正有讲的如果叫P 好 相当于说 如果对照民调里面就说 全国里面真正赞成这个议题的 或者说真正支持某人的施政满意 施政真正的满意度是P 是等同于这个概念好来 那这时候我抽29 我的中奖比例我们叫Phead 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符号 Phead指的就是我们再去做抽样 那个样本的成功的比例 那在这个当中你就相当于说 那个Phead就是对照民调查当中 多少人满意 或是赞成这个议案 好 那样本的比例 其实如果按照一般的一般事是这样写 那我们抽9就20分之多少有想签嘛 当然我刚刚说Phead会等于P吗 应该没有那么准 没有人会那么就那么肯定说 一定就是他你是神手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去做谜意调查 不可能刚刚好这样嘛 如果刚好这样 我们还会觉得你造假了 所以那Phead可能是多少呢 我请全班去做 假设全班40个同学 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样吧 对不对 应该会有人呢 其实有人是0.6 那其实我真正的P是0.6 我相信有人会抽到0.6 可是抽到0.6的比例的人会高吗 真正去操作 你一定发现也有人抽0.55 也有人抽0.65 也有人抽0.7 0.7 0.7都有可能 那在这些可能之下 不同人的抽样会有不同的Phead 如果我们把一群人 比如说全班40个人去抽 就是我重复做了很多 重复做很多次 就像在做民意调查的时候 你看会有某家A报纸做的 B报纸做的 C报纸做的 A媒体做的 B媒体做的 可能同一个问题 真的也会很多家做 如果我们重复做了很多次 这些Phead的分布会是什么呢 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中央极限定理 中央极限定理 告诉你说 你只要N够大 我们讲是不需要很大 只要N够大 我们的Phead经过标准化之后 就会近视常态分布 也就是说你用常态分布去 取代它就会很接近 那按照这一道题目 就相当于说 我们的这一个P是不是0.6 那我们的N是不是20 你看你20乘0.6 是不是比5大 20乘1-0.6 是不是也比5大 我们前一段有讲到 只要大于等于5的话 应该都实物上操作 用常态去分布 应该会很接近 当然要记得 我是标准化以后 所以有了这个性质 我就可以用常态分布 来算那个比例了 对不对 有人可能在这里 有人在这里 有人在这里 每一个人准备的比例都不同 可是没有关系 反正我只要不要 标准化之后 这个分布 就会跟常态分布很接近 这个就是中央极限定理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定理来 刚刚我们其实前一小段 也有讲过这样的概念 二项分布的近视几率 刚刚是不是提到说 你把二项分布 标准化之后 因为近视常态 对不对 所以它在左右 两个标准差 里面这个范围 是不是占95% 市值是不是这个 我们只要把那个分母 除过去与乘过去 再来再把绝对的拆开 是不是就得到了 我Phead借在 P加减两倍标准 它的范围之内的几率 就是0.95 这个是在上一段影片当中 我们已经讲过了 现在再复习一遍 中文极限定理理既然这样讲 我的Phead落在区间里面 就有95%的机会 对不对 只要N够大的话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这个图形 把这个图形 我们把那个区间把它秀出来 其实就是我的P 加减两倍的标准差 还记得吗 因为我是样本比例 所以那个标准差 就是根号的N分之P乘以减P 这个概念我用图形来表示 就相当于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个同学抽出一个peathead出来 那个peathead可能落在这里 这时候我们左右伸出一对翅膀 这一对翅膀的长度 就是两倍的标准差 上面是那个两倍标准差 那就是以后我们讲的区间半径 因为这个peathead 它落在两倍标准差的范围内 所以当我伸出一个 两倍标准差长度的翅膀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碰到图面上的mu 也就是以后我们讲真正的p值 那当然它也有可能 这个peathead落在比mu小的地方 这时候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peathead左右两边 伸出这一对翅膀 那一样的情形 因为它在两倍标准差的范围内 我伸出一个两倍标准差长度的翅膀 自然就会盖住mu 当然也有可能 这位同学他的peathead 一抽就落在这个两倍标准差的外面 那通常我就称他为神手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抽了 怎么会这么不准 这时候呢 即使我把他的左右伸出一对翅膀 长度一样是两倍的标准差 自然而然的 他根本就不会碰到这个mu 那当然 如果在即使他在这里 我伸出翅膀 好来 一样会碰到 这里我其实尖头 那个尖头地方刚刚好碰到 所以他很接近好来 只要那个点在里面 他就碰得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信赖区间 只要你一开始你的peathead 落在95% 正负两个标准差的范围之内 伸出翅膀就会盖到mu 所谓伸出翅膀就是代表 你把它加减两倍标准差 就是形成我们的信赖区间 你的信赖区间 就会涵盖真正的mu 那一开始呢 点落在那里面的几率 95% 意思不是告诉你说 还没有做之前呢 大家可以预期 待会做完 伸出翅膀 会盖住mu的几率 是不是就95% 这个就是95%信心的由来 好来 所以图上呈现 我故意拿一个盖住的 一个没有盖住的来看 那可是一般操作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P多少啊 对不对 我就是不知道P多少 我才去抽样嘛 对不对 那我要去算 伸出那个翅膀 是不是两倍的标准差 那你都不知道P多少 你怎么知道伸出翅膀 要伸多长 所以呢 这时候关键点就来了 如果你的抽样 你的抽样抽得好 我们说抽样是一个 很重要的过程 好来 你只要抽样抽得好 一般而言 你算出来的 抽样出来的P hat 应该都会落在 这个95%的这个 两倍 正负两倍标准差范围 应该 不会跑到外面嘛 刚刚前一道理解 我说跑到外面 那个同学的手是神手 如果是外面 那个谜吊槽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 取样的过程有问题 所以理论上 一般P hat 应该都会跟这个mu很接近 你刚那一道题目 我们的mu就是那个p是0.6的话 你可能不会刚好抽出0.6 可是呢 应该跟0.6相距不远 一般老是在班上操作 可能如果不是0.6 差不多0.55 0.5 跑到0.3或0.2 0.1的同学 很少 我就会说 你刚刚在抽 你到底玩了什么游戏 跑出外面的机会很少 因为外面只有5% 所以既然这样 那我要伸出那个翅膀 我不知道P 那我们就怎样 统计 跟数学有点不一样 他就会估计 他就说 那我就用p hat来估计p就好了 既然p hat跟p相去不远 所以呢 我们在算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个两倍标准差的p 用你的p hat 因为你现在只有p hat是你抽出来的那一个值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入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直接 把这个式子 你看我把区间 本来我写p的 现在是不是改成p hat 那这就在告诉你说 我们95%的区间 会涵盖真正的 游戏签的比例 p是这样的 你大概也知道 你把p改成p hat 是好像会有一点点些微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透过实际的去运算 虽然有一点点影响 可是跟95%真的也相去不远 真的也是大概90%几 好吧 那现在区间我们来计算一下 比如说刚刚那一套 老师请准备班同学抽球的那一道问题 如果那个同学 他抽中的球的 有奖金比例是0.6 那我带入区间半径 其实区间的半径公式 就是两倍标准差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两倍标准差 是两倍的根号 p hat-1-p hat 我们发现 本来其实是p 我现在改成p hat了 那我就0.3带进去 这时候你就看到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抽样误差 那个左右的那个翅膀 就是抽样误差 那个翅膀的长度0.2 所以我算出来 那个信奈区间呢 就0.3减掉0.2 0.3加0.2 就形成了那个信奈区间 0.1到0.5 有没有发现 这个没有涵盖0.6 对不对 好来 那也就告诉你 这个就是一个区间估计 那有了这个算法之后 其实如果刚刚抽彩球那个例子 我可以把各种的p hat 我们请电脑帮我们算出来 可以看到这一个表格 在告诉你说 哪些区间有涵盖0.6呢 从这个表格不难看出来 你抽球 8球到15球 也就是说你的p hat 在这个范围之下来 从这里到这个范围之下 你们看到我帮你框起来了 这个是不是都有涵盖0.6 那其实这个涵盖范围就很广 通常我老是在一个班的操作 就真的 不能说刚好95% 可是大概都跟95%相去不远 我操作过很多个班就发现 有时候可能会100% 如果没有达到95%的话 大概就95% 90以上 所以你看这个统计的力量 其实背后是数学 可以这么省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就看到在这个表格 我那个箭头 在上下箭头 在让你看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一行 两倍的标准差 就是那个翅膀的长度 我让你看到说 这两倍的标准差 从上到下越来越大 从下到上越来越大 虽然翅膀的长度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对我们的影响 其实真的都不大 你稍微看一下 上下真正如果真正 0.6那里是0.22 其他你看到0.22的 那个是近视值 就告诉你 它跟0.22相去不远 所以就告诉你 虽然我做的估计 其实影响并不大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在强调说 刚刚在讲 你那个95%信心 不就是95%的几率 位在左右两个标准差吗 那为什么不讲几率 为什么要说95%信心 有人说 讲几率人家听不懂 现在大家都学过几率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讲95%信心 其实关键点是在 因为P是一个真正的值 那个真正的值 已经固定在那里了 当我抽出一个Phead之后 我是不是就形成一个区间 长出一对翅膀 就形成一对区间 这个区间就固定了 这个区间到底 有没有包含我们的P呢 比如说像刚刚 如果它的Phead是 0.3的那一个 前一页的那个图 那个信赖区间 我们的区间是不是 0.3-0.2 0.3加0.2 我区间是不是 0.1到0.5 如果这个同学 他抽出来的是 这样的区间的话 他说我的信赖区间 是0.1到0.5 你会说 0.1到0.5这个区间 有95%的几率 涵盖0.6吗 这句话是不是有语病啊 对不对 0.1到0.5 我只能说我的我有信心 那你信心怎么来 你的信心还是从数学上的几率 95% 只是他毕掉了这个概念 当然 来我们这边讲 事件发生前才有几率可原 几率的讲法很多 其实也有人说 其实我不知道P 那我不知道P之效 我也可以讲几率 但是当时统计学家 决定把那个几率 换成95%信心的这个讲法 我们就要接受他目前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不讲几率了 我们讲95%的信心 那再一次把这个 现在区间再解读一遍了 也就再告诉你说 当你已经算出来了 你真正包含P 只有包含跟没有包含 所以一旦确定 我们就不说几率 那可是如果你还没有做 老师前面在讲那个 P hat加减两倍标准差 那个是还没有做 那个是数学几率的理论 确实我们就会讲几率是 95% 所以呢 95%的信心 我们应该怎么说才对呢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讲法 也就是说 像我请全班40个人 去重复去抽 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心爱区间 还没有抽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预期 我们全班会有95%的同学 他的区间会涵盖真正的P 可是如果已经抽出来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 他到底涵盖或没有涵盖 所以我们说 可以说我重复去做这个抽样之下 我有95%的区间 会涵盖真正的P 那这时候 全班每个学生 我们都来做一下这个抽样吧 每次抽好了 我们就得到一个P hat嘛 对不对 每一个P hat是不是就得到一个区间 那这些区间是不是每一个都会包含呢 刚刚已经讲过了嘛 应该不一定 对不对 好来 那大概是我95%的区间 会盖到那个真正的P 那一对翅膀会盖到嘛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来请电脑帮我们实验看看 好来 模拟一次看一下 跟95%是不是接近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 电脑来 GGB程式帮我们做出来的模拟 我们刚刚说请全班同学40个人 或者在一个球桶当中 每一个人抽20次 那我们取球的时候 是每一次抽一球之后 看完它到底有没有中奖 我们就把它放回去 那这个球桶设计 如果我里面有奖签的比例 如果是0.6 刚我们实际做一次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透过电脑 来帮我们模拟 来 那听电脑模拟完 我们就把每一个人得到的P-head 还有他的心态区间 帮我们在图形上呈现出来 我们现在看电脑的模拟 那你们发现 电脑上那个绿色的点呢 就是每一位同学的P-head 有的在左边 有的在右边 红色的那个左边右边 就是我们常说的伸出的翅膀 就是心态区间的宽度 那从图面上40个人来 他模拟完 你其实不难发现 有一些人是碰不到 我们的那个真正的P值0.6 现在我们又看到图面上 这个黑色的这一根杆子呢 他其实就没有碰到 那这个就是心态区间的意涵 我们知道他 我们只有95%的信心 也就是说其实相当于说 好像40个人当中 基本上也差不多 就只有95%的人会碰到 那我们请电脑来做 其实也差不多这样 像我们这个图一看 就只有一个人没有碰到 其实比例上是接近的 那你请同学实际操作上操作看看 应该也都会呈现很合理的状况 这个是请电脑帮我们模拟 你心态区间的图形 看我们的那个电脑 GDP帮我们做的模拟 有没有看就看得出来 虽然没有刚好95% 可是跟95%也相去不远 所以我们如果再把 心态区间再解读一遍的时候 像刚刚这样 我们如果有40位同学 刚刚的图形秀出来 是不是就40个区间 每一个区间各长出一对翅膀 你可以看到谁盖到了 谁没有盖到 当然也不一定每次都会有95% 有时候你请电脑模拟 有时候就95% 有时候就不是 可是你实际在操作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以为就真的是95% 其实你可以真的用数学算算看 你看刚刚那个电脑模拟的时候 如果你有注意到 没注意到 你可以把影片再迫回去 其实你发现有0.6% 我注意到0.55%的人 前面几个同学的都0.55% 所以如果说40位同学 相当每一个人 你压到 你要变成是刚好 0.6%的几率其实是0.95% 对不对 应该说你翅膀不是说0.6% 你会碰到那一个区间 你的翅膀会盖到那个μ的话 是应该0.95% 所以也就是说 你正面出现的这个期望值 是不是40 每一个人盖到 那个μ的几率都0.95 你预期是不是应该就会有38个 刚刚我们电脑模拟那个 也不是38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并不能保证 每一次都会有38个哦 那其实如果我们去算 真正会刚刚有38个几率多少呢 是不是40个人里面 你随意取来 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用组合的概念 是40取8 取到的那个 这个是不是就0.95的38次发 应该是0.05的平方嘛 这个几率算出来 你看才0.2777 所以就把我用电脑去算 你会造成 刚刚好 95%区间盖到那个μ的几率 其实也不高嘛 这样才是合理的 现在区间 其实透过刚几个图形的呈现 希望你已经了解 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接着我们就要来 多做一些立体咯 多做一些立体咯 这实验是真正的 我那你把那一样的 我用电脑去看